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想跟大家講講 剛剛舉行了的曹昇宇對河野公平這場拳賽 我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拳賽剛剛結束了大約兩個小時 網上輿論頂廢 又說有黑煞 又說判決不公 有偏頗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意見 我覺得很多的說法不太公道 曹昇宇贏大家有各有各的角度 但是根據國際權力 是十二公會合的比賽 好像今場比賽有十二公會合 如果因為意外撞頭受傷 權政認為受傷部位 是令該權手不適於繼續比賽的話 就會為了保障權手的安全 而終止比賽 在意外頭撞而終止比賽的時候 處理方式主要有兩個方式 第一未打滿四個回合 終止比賽就叫做無賽果 如果打滿四個回合 就由台下四的三位裁判 以點數來判 曹昇宇在第二回合意外撞頭 在電視上其實是看得很清楚 台上權政是判決 當時判意外撞頭 也是沒有錯的 打滿六個回合之後 當然根據權力就是計分 根據賽後的公布 三名台下的裁判 是一致裁定 曹昇宇贏68比66 是點數勝出 當然有人認為河野公平的點數比較好 但體育比賽 我們一定要遵從裁判的判決 就不能由現場 或者電視上 或者網上的觀眾來判 所有體育比賽都是如此的 而裁決有爭議也是正常的 現在看來 安排兩個人從賽是理所當然的 很可惜 現在那個假權論就滿天飛 很多人在不明白這個權力 對拳擊比賽不認識的情況下 就對兩位拳手指手畫腳 尤其是對曹昇宇不公 亦都對今場比賽的裁判 權證是很不公道的 在香港 懂得看足球的人很多 懂得看拳擊的人是很少的 相對來說是很少的 所以我們在作出一個議論的時候 有時我們應該是冷靜客觀 否則的話 我們是傷害著運動員 傷害著這一項運動的 我們會有很相當的 對曹昇宇不公開 對曹昇宇不公開